请问什么是异性朋友 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 那什么是红颜知己 无话不说 什么是情人 无话不说无事不做 那什么是老婆 话懒得说事也懒得做 哎呦你们 请问女人不喜欢一个男人的原因是什么 一她丑 二她事业不成功 三她事业的成功不足以掩盖她的丑 哎呦你们 请问你都这么大岁数了 怎么还是光棍 拿不起彩礼 啊那彩礼多少钱呀 两万 两万也不算多呀 谁说不是呢 我原来要十万呢 现在都降到两万了 还是没人给 哎呦你们 请问女人为什么叫三八 因为三七是中药 三九是西药 三八肯定是迷药 男人一旦站上 便五米三道 所以说英雄难过没人管 哎呦你们 我这么喜欢你 难道你都不知道吗 你还是离我远点吧 我有病 我不在乎 说吧 你有什么病 我一看见你就头疼 哎呦你们 哈哈哈哈 如果我离开了这个世界 会有人伤心吗 有 谁呀 天下第二丑的女人 为啥呀 你死了 她就成最丑的了 哈哈哈哈 我想学一门乐器 你说女人是弹钢琴 还是拉小提琴 才更能彰显气质呀 只要长得漂亮 翘帮子都行 像你这个年龄 比尔盖茨 已经是世界首富了 可你咋还这么穷呢 像你这个年龄 玛丽莲梦路易就死了 可你怎么还活着呢 哈哈哈哈 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 可是我又不想嫁给他了 怎么办 就给代价 哈哈哈哈 爱老公 如果有人花一千万买我 你卖不卖 谁呀 他眼瞎呀 你别管是谁 你就说你卖不卖吧 不卖 嗯 这还差不多 没良心的钱我可不要 哈哈哈哈 我的声音美吗 啊 啊 美 就像我二大娘 说的仙女 骑的那头驴 我的天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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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